探索世间奇闻,感受不同趣事 在绝大多数人的常规认知中,鳄鱼是一种非常凶猛的生物 跟其他动物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因为对于鳄鱼来说,好像任何一种动物在它面前都可以变成自己的美餐 而鳄鱼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擅长搞偷袭 如果动物去河边喝水,鳄鱼会突然窜出来一口咬住猎物的咽喉 然后将猎物拖进海中淹死之后就可以饱餐一顿 正是因为其他动物生至鳄鱼的习性,所以极少靠近 每次路过有鳄鱼的河流也会绕道而行 但是有这样一种生物却非常奇怪 它不仅不用绕道而行,还会得到鳄鱼的青睐 只要它出现,所有动物都会乖乖尾上去趴好 其中也包括鳄鱼,这种生物就是水豚 如果在网上搜索一下跟水豚相关的照片 基本上都是它跟其他动物的合影 小到小鸡,大到鳄鱼,水豚都可以跟它们和谐相处 怪不得有人说,水豚简直就是动物界的交际花 作为一种半水期的食草动物,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镊齿动物 水豚确实深受其他动物喜爱 不过相关研究表明,其他动物之所以喜欢靠近水豚 是因为水豚排泄物中有很高的粗蛋白 这可是所有生物都非常喜欢的美味 这样看来,大家之所以靠近水豚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个人魅力 主要还是为了满足个人所需 如此说来,水豚就是这些动物心目中可移动的源源不断的零食贩卖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水豚呢 好了,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